我們今天既然要來聊中醫減肥 相信大家有兩位醫師應該都會有很多病人 會問一些說到底這個問題是什麼 譬如說減肥要針灸線要不要拿出來 很多妙到爆的病人會這樣問 埋線病人這樣問 請問第一個 線要不要拿出來 請問一下埋線要不要拿出來呢 陳醫師 如果拿出來還得了 買一個要開一個刀把它拿出來 可是很多減肥的人會說 可是線埋進去不拿出來 它在裡面會不會就發炎了 還是會藏在裡面 然後你越埋越多 它線就會越積越厚 不會啊 它自己就會不見 它自己會不見 就像我們外科手術有些免拆線那種縫線 對 把它埋到裡面去 然後身體大概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就慢慢把它代謝線 它會吸收掉對不對 對 把它吸收掉 那羅醫師請問一下 一般我們這種埋線啊 它是有分嗎 其實我們埋線的話 現在我們用的養長線啦 就是其實是人體縫合線嘛 目前有兩種 有一種它是比較天然一點 比較好吸收的 有一種它是那種成分來講 它是比較沒有 就長效型 有些長效型的養長線 那它的吸收就會比較慢一些 它就可以比較久一點才 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對 時效 但是因為長效型的埋線的話 它比較有可能不吸收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些 比較結硬塊的情況發生 真的喔 所以那當然是要埋吸收的啊 可是吸收的又太快吸收 沒有 但你看 你知道現在的人就很講求 你去一次就要得到永久的效果 它就希望長效一點 然後就可以撐比較久 撐比較久 撐粗一點啊 埋長一點啊 多埋一點啊 不然埋了是 就可以瘦10公斤那一點 那我想請問一下陳醫師 埋線有分長短嗎 長短一般都大概1公分左右 1公分左右而已 太長期了我們也不好推 了解 懂 好 第二 埋線就可以亂吃了嗎 是不是 陳醫師 很多人都會問說 那是不是埋線我就可以到 正常的生活 也不用吃藥 也就可以亂吃東西 喝飲料什麼 其實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還是要飲食控制 飲食有不好的習慣一定要改掉 但是不一定要節食 我們其實在之前節目上也講過嘛 不要用節食的方式來減肥 對 沒錯沒錯 好 了解 第三 埋越多瘦越快嗎 羅醫師 確實理論上是這樣子說啦 真的嗎 因為我們埋線的話 其實埋線它最主要 最開始會有埋線這個治療 它其實是在治療一些比較慢性的關節炎 跟疼痛 然後那時候他們發現說 我們埋線了之後 這個地方沒想要變瘦 對 然後才發現說 原來埋線是可以塑身的 那如果譬如說我要瘦這隻大腿好了 我可以全部都埋嗎 就是我想要瘦這邊 那我這邊可以全部整個埋滿滿的嗎 因為剛剛講過埋線埋進去以後 我身體還要花一些能量去把它代謝掉 對 那有些人真的體質比較虛的人 那那一種虛到一定的程度 你先就代謝不掉 就有硬塊產生 對 所以不是說埋越多越好 對 還是要看體質狀況 喔 了解 那真的太虛了還是不建議埋那麼多 埋太多 喔 了解 好 第四 胸部太大 可以埋胸部嗎 胸部太大可以給我啊 我很想要耶 對 羅醫師 埋胸部有用嗎 確實 我們臨床上很少遇到 真的會有女生埋胸部嗎 有 我大概只遇過一兩位說要埋胸部 真的 因為大部分其實都是想要來封胸 因為女生一定覺得胸部越大越好 對啊 那確實有些人她可能就覺得負擔大 但我一般是沒有幫病人埋胸部 因為我們女生的話 胸部除了乳房的組織 就還有一些線體組織 對 所以比較不建議 那陳醫師你有埋過胸部嗎 我沒不埋 就覺得中二天會後悔 中二天就會覺得說太小了怎麼辦 如果埋過頭到時候變更小 是不是會後悔 而且很多人要埋胸部 根本不是只有胸部 大家肚子也很大啊 你們要先減肥再說嘛 要只埋胸部 我個人覺得如果是因為胖胸部太大 瘦下來胸部就會變小了 對不對 胸部有一些脂肪組織 對啊 所以應該還好 好 什麼是埋線 有些人很瞎 都已經躺在床上 都埋完才會問 欸醫生什麼是埋線 對 你不會先打聽清楚 會先做一下功課 可是我們會怕 你知道嗎 因為我曾經有埋過 它是用針對不對 然後上面有一條線 然後就這樣插進去 拉出來 線就在裡面了 對 為什麼 這是什麼原理 就是用一個針頭嘛 然後後面一個針灸針的推針 對 然後前面一段是線 對 所以我刺進去以後 就後面推針推進去 那一段要埋的線就進去 對 那線進去第一個 可以刺激穴位嘛 我們埋一些比較大的 所以官員氣海這些 就有增加 體內循環的作用 排水啊 增加代謝 對 另外有人研究說 線埋進去它會引起局部的發炎 那發炎組織的時候 然後你一些免疫細胞 會去吃掉你的脂肪 對 對 所以也會把一些脂肪稍微吃掉 喔 了解 那陳醫師你有遇過 比較妙的客人嗎 的病人 還有第六點 就剛好我們裏完五點以後 第六點 有第六點就一個病人就來了 然後他就看成問一問以後 他說 因為他可能看我太認真 跟我打個 開個玩笑吧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醫生你幫我看一下 我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架得出去 是請你把脈 然後擺一擺就說 嗯 醫生你可以幫我擺一下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架得出去 對 那你要去找生命師喔 而且那個病人就在現場 現在鏡頭就拍他 開玩笑的 好 那我們呢 接下來請兩位醫師來舉牌 我們問一下醫師問題 也幫大家解決問題好不好 第一題請問 埋線埋了一個月就可以瘦了嗎 請舉牌 喔 兩位醫師有猶豫 為什麼 羅醫師 為什麼你舉中間 其實埋線啦 我們埋線的話 它只是一個塑身 對 還有刺激穴味 所以最基本的話 還是要搭配一些飲食 或者說生活作息 或是一些藥物的搭配 對 那確實有極少部分的人 他對埋線不反應 我臨場真的有遇過一些 他就是怎麼埋他都不會瘦 對 但是這種嘗試你大概一個月啦 就是如果你一個月 你對埋線你覺得你身體的部位 完全沒有反應 其實你可能就是那少數百分之一 對埋線不反應的人 對 我曾經有埋過 可是真的沒有瘦過 我連續埋一個多月 一點都沒有瘦 所以是不是我就不適合埋線 應該可以這麼說 真的喔 不過以我的經驗一般肚子 你肚子要讓它有點曲線出來 或是說比原來還要小一點 對 一般肚子大概三到四次 大概一個月內就會有感覺 對 那如果連肚子一個月內都沒有感覺 那可能還要再搭配其他方式 對 因為畢竟埋線還是比較針對局部的瘦身 局部的瘦身 對 了解 好 那請問一下 如果啊有人說 那他埋線已經埋了一個月 然後瘦不到兩公斤 他還要繼續埋嗎 因為剛剛講過 埋線是針對局部瘦身嘛 所以你說你的體重跟你的體脂肪要掉 還是要靠藥物運動或是飲食習慣的改變 數字會掉比較快 那埋線是針對局部的雕塑 所以你應該去看說 你埋了一個月以後 那你的腰尾有沒有小一點 或者你的大腿尾有沒有小一點 對 這個才是評估埋線有沒有效的指標 是不是 這問題到底是誰問的 你已經瘦兩公斤了 當然要繼續埋啊 是不是 因為兩公斤還蠻標準的 對啊 如果是我就繼續埋了 因為你有瘦 就代表你真的有用嘛 對不對 那羅伊斯請教一下 什麼樣的人不適合埋線呢 其實埋線我們還是會建議 請醫師去做評估 他不是絕對的 對 就是說不能埋線 那我第一個會比較不建議的是 那個蟹竹腫體質的病患 蟹竹腫 因為蟹竹腫也不是不能埋 我也有埋過啦 就是他真的很希望埋線 但為什麼蟹竹腫不建議 因為蟹竹腫它本身 其實我們本身埋線 它那個針孔就跟打針一樣 它其實並不會造成你的蟹竹腫發生 但比較擔心說 如果你沒有護理好 它發生了發炎反應 那這樣的話 它就開始會有一些傷口 那通常我們會 我們醫界會避免說有這樣的糾紛 然後盡量就會跟別人講不要 那如果他真的很希望 他說醫生 那我還是 我有蟹竹腫腫體質 我告訴你 我還是很希望買線 那這樣的話我會評估 看他的狀況 然後幫他買線這樣 可是如果有蟹竹腫 你幫他買了之後 他會不會產生發炎的情況 或者是 就是像蟹竹腫這樣很嚴重怎麼辦 或是盡量避免 因為你一個禮拜埋一次 也是至少15針起跳 等於你有15個小傷口在那邊 那你就不知道哪一個傷口會 沒有護理好 突然就發炎了 那發炎久了蟹竹腫就會產生 陳醫師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譬如說我要瘦肚子 每一次譬如說一個禮拜埋一次 每一次都是同一個地方嗎 差不多 真的喔 因為肚子重要穴位就那幾個 所以是埋在穴位上 對穴位 有些是埋局部 這個地方肉比較大塊 就多埋兩針 所以如果這邊有那種游泳圈的人 這邊也可以埋嗎 可以啊可以啊 也都可以埋喔 好酷喔 那不錯耶 現場要示範是不是 不好意思我沒有 埋線會埋兩個位置 一個就是穴位 另外一個就是局部 我們講阿士穴 局部肥胖的地方其實都可以埋 了解 好OK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越胖的人埋線 越有效 對不對 請舉牌 喔 兩位醫師在考慮了 欸 為什麼不一樣 準備要打起來囉 為什麼 哲醫師 沒有我的經驗喔 會變那麼胖不是沒有原因 一定體質有某些偏差 才會變那麼胖 那會變那麼胖一定是你 體質要有些改變以後才會瘦得下來 對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光靠埋線不見得有效 當然有一大類是說 你真的吃太多而胖的 那種埋線效果會非常的好 對 如果因為太虛而胖 那埋線效果不一定那麼好 對 喔 了解 那為什麼 那我是不是要換到那個 陳醫師那邊去 不要怕我打你啊 不要怕我打你啊 不要怕到陳醫師那邊 沒有確實啦 如果你的脂肪越多的人 其實埋線效果是最好的 是最好 如果你肌肉跟脂肪 有些人是壯的那種 那埋線效果沒那麼好 但是你肥肉脂肪厚的人 他真的效果是比較好 但是就像陳醫師講的 很多會非常胖 因為其實我看陳醫師 可能也會發現就是 有時候真正來減重的人 都是稍微胖的 對 或是以前曾經是瘦的 但是現在胖的 沒錯 但是真正很胖的人 他們通常減重都會 三分鐘熱度 對 他可能減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他覺得太慢了 我之前有個病人他就是 他一百多公斤 然後是他朋友減重成功過來 對 然後他就來減了幾次 他就覺得太慢 他說我要去切胃 然後後來 沒有 重點是過了幾個月之後 我問他朋友說 那他去切胃了嗎 他說沒有 只是說說而已 只是說說而已 對 因為他沒有辦法控制他的飲食 跟生活習慣 要瘦下來真的不容易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網友的留言 欸 這個是要怎麼念呢 迷你 迷你 迷你喔 好 埋線埋肚子 效順 效果 效果最明顯 唉唷 他有埋過肚子嗎 迷你也有埋線嗎 然後他說 埋線聽說很痛 很痛嗎 醫師 痛是還好 因為其實我們埋線速度都非常快 對 其實刺下去起來都已經不到一兩分鐘的時間 就是一插下去 阿 差不多就打針了 來不及阿就已經出來了 就已經出來了 你要埋個十幾針 可能要花了大概一兩分鐘的時間 不會太痛 我自己有埋過 其實不會太痛 但是你有的 譬如說醫生扎進去的地方 剛好到你的穴位的時候 會有一點酸 對 酸酸痛痛的這樣子 好 那Lidia問說 大腿內側能不能瘦 也可以買阿 也可以買 一般我們再買在大腿小腿肚子跟手臂下緣 對 可是有些女生阿 我示範一下好了 譬如說有些女生會這塊特別厚 對不對 這塊特別厚這裡買有效嗎 有效 真的假的 那我要買 今天剛好有帶耶 好不好 先括號 可以耶 大腿內側可以喔 可以 好可以試試 好 謝謝帥峰 他說你分享 麻煩大家趕快幫我們分享 好不好 謝謝大家 好 然後那個Li Wi說 埋線最好瘦的部位是哪裡呢 陳醫師 我的經驗是肚子 肚子會比較好瘦 因為脂肪最多 脂肪多 然後大穴位也多 大穴位也多 對 那剛剛講的大腿內外側 其實你平常在走路是用到前後側的肌肉 對 內外側肌肉反而不太用得到 所以他會瘦得比較慢一點 那我有一個愚蠢的問題 如果埋線完之後 可以做運動嗎 羅醫師 我一般會建議埋線完五個小時 不要做太多運動 不要做太多 那如果說過了五個小時以後 再做運動可以嗎 五個小時之後就可以了 就可以做運動了 其實主要是因為埋線 我們畢竟還是有個傷口 對 那我們埋進去 它在那個皮下線的位置 沒有做非常的深 因為看每個地方不一樣 那如果你埋完就做運動 所以那個肌肉收縮 它會把那個線推出來 真的假的 會把線推出來 有時候線會跑出來 但是不用太擔心 你如果看到那個線頭跑出來 你就把它拉開 我要把它剪掉嗎 拉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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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頭你把它剪掉 拉掉就可以了 會痛嗎 不會 就像這個是不是像我們開刀 在縫傷口的時候 你要拆線 然後把它拉出來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就是那樣的感受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留言 那個 許藝說 羊腸線會引起過敏嗎 一般不會 因為羊腸線就是一個惰性的線 就像我們縫合的線一樣 對 但我聽過有很少數 很少數 對 不知道什麼體質的人 就對羊腸線有點過敏 有些人會問 就是如果真的沒有買過 他擔心會過敏 我們會問說你有沒有開過道 對 因為羊腸線是手術的時候 縫合內臟的線 確實有非常非常非常 少數的人會過敏 會過敏 但是很少 很少 很少 會沒力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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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